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到 华莲县政府修订的 花莲县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字条例 那么增利规定是不得检出 莱克多巴胺 也是等同禁卖禁用 那么也预计赶在这个月送议会 审议之后公告上路了 那么现议员呢 魏家宴在4号县议会质询的时候 忧心这条法律会抵触中央法令 以及县政府无法附和后续的检验人力 现宴魏家宴直选表示 肯定县府坚持莱猪零检出 守护姓名的健康 但知识条例增定之后 恐怕抵触中央法规而失效 加上不仅猪肉要零检出 还包括所有加工食品都要一併检验 忧心之后 庞大机查检测机制 县府无人可以附和 今天在咨询的议题上面 嘉宴是讲萊克多巴胺 是在明年1月1号 就要开放进口了 那也希望说县长在脸书上面有写到 他全力的禁止我们萊猪进来花莲县 那今天提到了各项的 像要花莲县自备检查 我们萊猪的一些经费跟仪器 还有人力的不足 我们也希望说花莲县城府能够补足 然后在未来也希望说 包括我们的学童 包括我们的观光客 都不要吃到有萊克多巴胺的猪肉 也希望说县府做一个贴纸 或是他检验出来的一些标章 能够贴到各大的商家 毕竟花莲有很多的一些民产跟小吃 都有用到这些可能猪肉 跟一些加工的一些肉品这样 然后可以用这些标章来告诉我们的 一些观光客告诉他说 我们这个店内的猪肉 是台湾的本土猪这样 我希望说双层的把关 就中央做地方也跟着做这样 然后有双重的把关 让民众吃的安心跟健康这样 嘉燕在7月多有到台北士林 去看全民运动场馆 刚刚我们教育处的处长有说到 他说只要行政区有到7万5千人的人口 就可以建置全民运动场馆 也希望说能够去看的时候 其实分为12楼 从不同的各个项目 从地下室的游泳层 一直到最上面的攀岩 然后甚至中间的羽毛球 然后篮球场桌球等等 在未来也希望说 华联县政府能够大力的推动在 华联市跟吉安乡 都有这样的运动场馆的建制 也希望让民众更能享有 全民体育的这个部分 华联系表示 增订自治条例没有抵触中央的问题 中央进口莱猪 但地方增列规定不得检出 等于中央可以进来当花脸进卖进用 相关法则不可以超过无法就好 就是受限于宪法制度性的保障 目前责任修订自治条例 已经委员同意免经过法规 并且签订缩短公告期 预计赶在这个月送到议会审议 尽数上路 接着请问一下 知道吗